新生活离癌小黄问奖猝死 皮包里没半毛钱 一名61岁罹患肺癌的计程车司机林万松 昨天早上11点被发现猝死在台北市政府计程车排班处 警方发现他尘尸在驾驶座上 皮包里连半毛钱都没有 车内只放了要找客人的200元同伴 附近问奖表示 使者每天凌晨都从基隆到台北市政府前排班载客 昨天凌晨4点还看到他在车内睡觉 到了早上看他还没有醒 才发现他身体早已僵硬 他的太太接到消息赶来认识 无法置信 难过到蹲在路边悲痛不已 家属表示 使者半年前因被癌开刀花了不少医药费 可能因不忍家人负担 才急着开车讨生活赚钱 使者在解剖后确认是心血管疾病 引发身体器官衰竭致死 动新闻台北报道 新闻台北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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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闻台北报道